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走高一路走高中场是大涨了203点 那在大涨203点的过程当中 你昨天如果做错动作的投资朋友们呢 今天应该会觉得很懊悔 因为今天其实可以说是亮真价仰 大家都说百花齐放 那百花齐放的日子里面前面却穿插着一个这么猛烈的一个甩轿动作 但是在昨天的行情里面 媒姐怎么样跟大家说 大家如果都有锁定我的YouTube频道 你有锁定媒姐YouTube频道 Q女王刘良美 你去搜寻Q女王刘良美的YouTube频道 你记得订阅 然后按赞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追踪到我的影片 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什么 我跟大家说 拉回占买方 首先下跌150点 上涨1400多点 然后呢 昨天下跌了150点 那全市场可能大家会跟你说会先震荡 会怎样 会先整理怎样 我是直接 我媒姐我 我是直接跟大家说 拉回你要站在买房 这是昨天 11月27号的开场白 我就直接跟大家说 拉回站在买房 然后呢 为什么呢 我又跟大家讲 因为12月份 你来到11月底 你错过6400点 12月份你还要不要错过 12月份还有什么行情 集团作帐 加投信作帐 再加上4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的选举行情 所以呢 短线上终于等到压回了 甚至你如果加入我Lite小老鼠QQ208的朋友 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在 晚上的时间 我是不是还提醒你 这种压回啊 你就是要站在买房 而不是说 这恐慌 获利调节 怎么样 你今天你眼睁睁睁看它长上去 一档接一档 那接下来12月份 就是有集团作帐 投信作帐 选举行情 这些 那昨天因为 嗯 疫情的因素干扰 那使得一些 嗯 生计啊 防疫啊 一些概念股 噴 噴发 生计防疫概念股噴发 然后呢 散装的 航运概念股也开始噴发 但是我跟大家讲 那都是短线题材 那真正啊 你要走集团作战 你要走投信作战 你要走选举行情 你要如何掌握 我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讲 过去美姐怎么跟大家讲 今天是选前倒数47天 46天喔 那在8天前 8天前 选前5次天倒数 我跟大家说 选股胜负 关键 我说 接下来将由贵买接棒 接下来将由贵买接棒 那我们 这是加选指数喔 加选指数今天上涨了202点 但是呢 你会发现 距离前波高11月21号的高点 他其实他还没有越过去 但是呢 我认为 17463不是今年的高点 不是今年的高点 后续还会再上工 我过去跟大家说 贵买会接棒嘛 那贵买 我们来看一下贵买指数 贵买指数已经 已经 再度 我只能说已经 再度 过今年新高 因为呢 在这一天 11月23号的时候 他就已经先 创建新高了 今天呢 来了一根更扎实的 今天贵买指数是收的最高 更扎实实体 长红K棒 直接创今年新高 直接创今年收盘新高 那么所以带动大盘 也就这样子上涨啊 那大盘 你认为这边是终点了吗 这边是终点了吗 我不这么认为 所以呢 很多人会跟大家说 在这边会先做整顶 但是美姐是昨天就是 就是很肯定 拉回账买方 然后呢 因为有这些题材 然后呢 我说 就是由贵买接棒 那 昨天 你 也许你在想说 你要卖股票的时候 你猜猜看 美姐昨天买了什么 你昨天是 随便 你只要不要买错股票 随便买随便赚 正是随便买随便赚 但是 美姐买股票绝对不是随便买啊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你看看我的测标 唯有领先布局才能够抢的先机啊 那美姐昨天买什么 2327的国具 2327的国具 你会想说矮得这么扭 但是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年底有集团作帐 投信作帐 然后呢 有选举行情 那你看看 我觉得这是昨天的日期吧 会员挂568到572 区间买件2327国具 2327国具 那2327的国具今天收怎样 594即将奔600 又是五字头直接 即将要奔600 今天收在 相对高 最高595 那你如果在56 你看560几 568 就算572好了 572你在那边买 你也现赚4% 现赚4% 现赚4% 现赚4%多少钱 22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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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档现赚22块 然后呢台积电 过去多少 就跟大家讲 过去台积电 在前几天虽然修正 前几天虽然修正 你看 今天他也是领军啊 那你看 前几天虽然修正 现在礼拜二啊 昨天跌幅比较重一点 但是美姐是不是照样跟大家分享 照样跟大家分享啊 因为你如果是买在这个位阶的 你很难过 你很难过 你看他利多才去买股票的 你很难过 但是你如果是领先布局在 这个跳空缺口之前 这整段都是你的 台积电 在昨天上午就说 传说成熟制成价格折让 但是我昨天有跟大家解释出 解释原因啊 我又跟大家解释说 这个是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害怕 因为是成熟制成嘛 台积电能够领先的是先进制成的部分嘛 那过去 我带领会员领先布局台积电 那现在他在月线上指纹 月线上就 果然就指纹了 我昨天还在跟大家分享 那你如果是买在这边 你已经是有一个波段了 是不是这样子 你如果是550以下买进 那今天的台积电 收575 对不对 连这样子 的全职大牛股 你还不是能够掌握一个小波段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会买台积电 10月16号我上 ET Today的 云端最有钱的访谈性节目当中 很多关心台积电啊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们买台积电 就是为了把我波段长线要存骨 波段长线存骨 我存骨 存骨 波段 长线 有长线的做法 短线有短线的做法 那台积电 你很关心台积电 我10月16号的时候 大家关注法说的时候 美姐在讲什么 美姐说法说不好最好 那时候大家看虽 因为他从这边 跌到这边 一个下降的轨道线 市场法人都在说 他的法税一定不好 连他创办人张爷爷也说 他未来10年20年可能不再具领先地位 但是我跟他说 如果美元转弱 台积电的机会就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美元转弱 台积电的机会就来了 那结果台币呢 当时已经扁破32块 那现在呢 是升破31.5 升破31.5 所以是不是从美元 从美元转弱 台币开始转升的时候 台积电 就直接喷了 是不是台积电就直接喷了 是不是就直接喷了 对不对 昨天台积电的下跌 我有躲起来 不讲吗 我有说我出了吗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是不是很笃定的跟你说 我甚至还拿这个新闻 我跟大家讲说 这是成熟制成的价格折让 成熟制成 我跟大家说他的领先 他的优势是在先进制成 那另外联发科 你如果买在700块钱以下六字头 六字头 而不是买在九字头的朋友 昨天他也是修正 你根本就不需要 不需要担心啊 那你看到 第四季演奏成长的两位秀 你才去追价的朋友 二四五四联发科 你看到 九字头才去追价的朋友 你会追在这个位阶啊 这位阶啊 但是你如果是跟着每一集 领先 在六字头的时候布局 你现在六字头的时候布局 你是掌握怎样 一个大波段 有没有 是不是一个大波段 所以这会很难嘛 操作 我在跟大家讲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测标 唯有领先布局 才能够抢得先进 这才叫做领先布局嘛 连发科十月份的营收亮眼 我知道啊 但是你有办法早知道吗 你一定要领先 从一些趋势当中 你去看见未来 四百二十八亿 写今年次高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他已经九字头了 你才是追价 我甚至我在十月二十五号 他在八字头 八一 八一八 八一九附近 八二零以下的时候 我都还在跟大家介绍 我虽然六字头买 我们算七字头好了 七字头 你追比较高好不好 你如果算七字头买 在八字头 百元价差 我还在跟大家介绍 如今来到九字头 甚至你看我节目 你还有后面的 百元价差可以赚了 对不对 那你何必要 追在九字头 对不对 你追在九字头 并不是说不好 并不是 因为外资到九字头的时候 才说他看好到破千 但是有谁能够领先外资 领先这些法人 提前的跟你在七字头以下 在六字头的时候跟你讲连发科 领先的带领的 我的会员朋友们在六字头的时候 布局连发科 建计基本持股 我不需要追价 你如果是我的会员 你会经常收到这种口训 我们的操作永远都领先布局 你不需要追价 对不对 不像我的标一样 你先布局才能够抢得先机 你事后追价 你昨天肯定被吓跑了 你也许你砍不下去 你砍不下去是好事啦 但是你昨天心是不是痛了一下 是不是痛了一下 对不对 那联发科以外 其实你如果加入 梅姐Light小二鼠QQ208的朋友 很多标股 你都可以事先掌握到 事先知道 所以你是不是要加入 梅姐Light小二鼠Q208 11月6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什么股票 我都是领先布局 我没有在那边追5% 6% 7%的 这我敢 发誓 我没有在追5% 6% 7%的 你看我的旋轨就知道了 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都是在 整理的尾声 这两个股是什么 艾斯设计啊 今天旁边上最强 又是艾斯设计啊 那这一档 艾斯设计的标股 什么5 什么5 11月7号 同样这一档 你看 你看这个 10月5号长这样 10月5号两个黑K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10月6号 分享 已经长这样了 11月7号 我再度跟大家分享 已经长这样了 你如果也不要过脸线报的话 你已经现赚了 盘中连线 我再度的提醒大家 继续冲啊 连发科 我刚刚是不是跟大家讲 然后呢 敦泰 11月7号我们看一下 敦泰的位置在哪里 11月7号 11月2个黑K 11月7号 再度跟大家讲 位置在这边 那时候多少钱 8字头 8字头 今天多少 132.5 今天132.5 132.8 这样多少钱 多少钱价差 你如果12 11月6号去跟上的 朋友 你现在已经有 差不多50块钱的价差 50块钱的价差 是超过6成 超过7成以上的报酬 超过6成 超过7成以上的报酬 是不是 56是领先奖 所以唯有领先布局 才能够抢得升级 就好比 我过去直接跟大家 公开预测 这个贵买会领先喷 另外呢 除了连八颗 除了敦泰 艾斯色气 干凌标股 你看我 11月6号 11月7号 11月8号 都跟大家分享什么 11月8号 你猜一下这档是什么 艾斯色气标股 尾数是8 然后又是横向 又是横向 这档是什么呢 638帽打 帽打 我们看一下 11月8号 跟大家分享的位阶在这边 那时候16 我们算165号了 好不好 那些人他有震荡啊 但是今天又站上五日线 来到200块 1字头到2字头 你也有40块价差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光是你光是加5 Light 你就有多大的价值 是不是这样 10月13号索马影音 这是我会员独享 但是这一集的索马影音 我是特别公开的分享给 你跟美姐有缘的观众朋友 这100多位来电所取的 这索马影音的 全部都可以帮美姐做见证 我那一天索马影音跟大家分享什么 10月13号的索马影音 会员就都看得到 6526的答发 好 11月13号 6526的答发 11月13号长什么样子 在这边啊 这边这边就是一根黑K啦 有没有就是一根黑K啊 隔天你还可以买更低啊 你尾盘 你尾盘 你看到讯 你看到我的索马影音 下来是不是低接 我跟你说 操作为了领先布局 不然就是压回低接 今天没有在追高的 那时候股价多少 四字头 四字头 今天呢 五字头 今天五字头 昨天有创高 但有压回 你昨天跌150点嘛 当然免不了受拖累 但是我跟你讲 我很有信心 没在怕的 今天呢 再度的上涨 来到五字头 五字头 又快百元价差了 又快百元价差了 那一档股票 又快百元价差 如果他要百元价差 那是掌握了二十几% 二十几% 对不对 我就直接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我又跟大家分享 什么 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什么 我直接都已经跟大家讲 这档记忆体概念标股 这档股票是我的老朋友 过去一百出头 我跟大家分享 我掌握了一个波段 那老朋友 当他整整结束之后 我不能够再去做介入吗 这档个股呢 有时候我跟大家分享 是短线题材 有些呢 是我会员持有的标股 我会员持有标股 这档记忆体概念标股 尾数是七 我跟你讲 这一档呢 他跟你想的 威刚 金豪科 南亚科 不大一样 他是做DDR5 DDR5 这档是3217的优群 那我们看一下 3217的优群今天长怎样 涨6% 今天涨6% 而且呢 创今年新高 过去你如果说 都有关注我节目的朋友 你会发现其实我过去已经掌握了 一个波段了 但是大家整理结束之后 能不能够再买 这不叫追价喔 所谓追价是 你今天看它拉高你才能追 拉高到7% 你想要赚个2%3% 才能追 那叫追价 那你如果从这边来看 你会觉得位阶很高 你会觉得位阶很高 当然啊 今天早上也位阶很高 可是你如果领先布局在前头 整理的末端 整理的末端 趁压回的时候买进 是不是整理的末端 趁压回的时候买进 我是不是请会员挂154 154 那 那 有些 我说我要买 这个 U裙的时候 有些人还很质疑耶 还很质疑耶 想说 哎哟 啊为什么你要买U裙 那你不怕 它的 它的操作区间 每次都是这样子 上去就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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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怕它再回撤吗 我跟你讲 这一次就是不一样 这次就不一样 我有我的专业 我有我的技术 所以你看我今天 我们领先布局的U裙 再冲破烂新高 所以你如果是我的会员 你会很熟悉这一句话 我们的操作 永远都是领先布局 不需要追加 是不是这样子 它不只是 苹果 它也是美超微的供应商 那我们受惠 比较市场开始复苏啊 业绩不好吗 前三季EPS Q1到Q3 EPS就6块 就已经6块了 我认为被低估了 所以今天再创 今年新高 那我是不是也是领先布局 我是今天 涨5%才去追的吗 我知道很多人啊 涨5%涨6%才去追啊 看能不能拼掌停啊 这是你短线那种 大家可不可以把目光看远一点 就像我在昨天下跌的过程 下跌150点的过程当中 我敢 我敢在节目当中 直接跟你说压回找买点 为什么 因为有投信作帐 集团作帐 然后选举 选举概念 你了解吗 明年有选举概念 所以你会觉得 11月份 涨这么多 你看11月份 11月份 都是 我跟大家讲的 台积电 发生领军的吗 涨了1400点 在这边我跟你说 黎明前的黑暗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黎明前的黑暗 10月31号 当你最灰心的时候 我给你信心 我告诉你 后面涨了1400点 当压回的时候 其实在过去我就跟大家说 桂买会先领军了 那当压回 昨天真的 你很有感的时候 他真的压回150点的时候 美姐是不是直接跟你说 压回在买方 我有讲模拟两可的吗 我跟你说 可能会先震荡 你可能会先整理 我直接跟你说 压回你要在买方 那先前我也是领先跟大家说 桂买会先表态 然后你看桂买 是不是先创高 我是不是都是领先奖 果然就是领先奖 与其你永远 都在追5% 6% 7% 你永远都在追价 年发科追在九字头 你听到媒体 看到新闻 听到每个人 看到年发科领长一波 赶快来 赶快来接个擦边球 你永远都在追价 那你为什么不跟着追 被忠诚的媒体 买在起掌点呢 就是我跟你讲 唯有领先布局 才能够抢得先机 与其你永远都在追价 为什么不跟着媒体 买在起掌点 除了我刚跟你讲的 一档一档 都可以验证以外 你加入媒体的YouTube频道 股票 结果呢 一个一个全部都验证了 Light 背后你先报 今天是不是跟你讲U群 我有时候我会偷漏啊 我会偷漏 但是 碍于货源权益 我没有办法直接讲 你有兴趣 你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背后你先报 盘前的重点 就直接跟大家说 就是会北上啊 今天的盘前报不知道怎么讲的 你是Light的朋友 你就知道啊 震荡或向上 早盘是不是震荡之后向上 小鼠Q208 你加入你就有这些资讯 想要成为赢家啊 一定要走在前头啊 盘面上之间是快速轮动 我刚刚跟大家讲集团做账 为什么我要买国具 为什么我要买国具 我看好集团做账嘛 过去各产业周期 我为什么今天会跟大家讲 国具跟大家讲U群 国具 是不是做MLCC 被动元件 U群是记忆体 但是它是DDR5 产业周期在谷底的 这个 这张图我跟大家分享很久了吧 你要买 我跟你讲 我不会买在这边的 我不会买在这边的 因为它要走下坡 要买 就买在谷底 这产业循环的概念股 你要买 它是做 它是走这一种循环的 在谷底的时候买嘛 那当昨天大家都说 要等压回再买 那这压回你敢买吗 我是不是直接就跟你讲 要买 那现在选举行情正式在启动了啊 盘面上大家看常任电网 军工 对不对 然后大家看生计 那你认为 选钱 政策题材 重点除能 军工 生计 怎么选 美姐今天分享在LINE的主页上面 小小鼠QQ208 你加入美姐LINE 小小鼠QQ208 美姐分享在主页上面 美姐永远都是领先奖 永远都领先奖 不管是指数 不管是个股 都领先奖 因为我知道 我有领先布局 才能够抢得先机 就像6月28号 我昨晚赢 我跟大家介绍的材料KY 现在有些人还在套材料 但是我8月14号 那时候 我还在看好材料 压回750 还在看好材料 但是我是不是直接跟大家讲 10月31号 五字头我买进 来到了四位数 我赚尽一倍 我直接公开在节目当中说我出厂 我出在四位数 我出在四位数 所以我们的经典女王股 一档 接着一档 材料第一段 第二段 成名店 有没有 我就不再一一的赘述了 那么今天行情在启动 又有请我过去赚了3 4% 第二段 我是不是马上又有10%了 所以你找到对的人 你才能够赚到领先布局去赚钱 永远不要去跟着人家屁股后面 去帮人家抬轿 不要在这边追5% 6% 7% 跟着每一集的领先布局 你才能够赚大波段嘛 刚跟大家讲的 哪一档不是领先跟大家分享 是不是 都没有事后跟大家分享 甚至是这一档 智慧型手机都靠他 这里你看看 折叠手机概念 轴承嘛 现在大家都在讲 但是谁在10月26号 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的卫尖你自己看 是长5% 6% 7%吗 根本都还没动 整理到尾端 是不是很熟悉就靠他 我说 现在跟上来来了几 这两个是什么 三五四八照例 跟大家分享说在这边啊 在这边啊 现在呢 你看一下 三五四八照例 今天再创挂牌新高 直接再度亮灯掌停 我跟大家讲呢 我们已经6.9%了 你看讯情就知道 我们的操作 永远都是明天布局 不需要追价 今天的讯情即可 下一档又是什么 你错过照例了吗 你懊悔吗 下一档美姐 已经又准备好一档标的了 这一档个股 它叫世界和平 现在是长这样 我知道你没感觉 但是你错过照例 你错过敦泰 你错过台积电联发科 你错过好多好多 来北上列车即将启动 这两个股呢 你一定要把握 今天 我们还有专案 影像2024翻倍专案 用小小的费用 体验大大收获 明天即将结案 如果你想要跟上世界和平的朋友们 欢迎你拨打美姐专线 022-542-3555就可以了 之后祝大家明天都可以操作 顺利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你按赞 订阅 加分享给你的朋友 并且加入LINE的官方账号 加入这个账号之后 你就可以比影片更早的知道 这些股票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特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